最近的用户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指纹锁的安装 首先我们收到这个锁之后 我们要检查一下包装是否完好 现在拖上这个包装 我们检查到这个完好 有没有破损的情况 检查好之后我们打开包装 打开包装 锁的所有配件介绍 这是前面板 后面板 防潮垫 面板螺丝 长浪方轴 连接柱子 手提的固定螺丝4颗 后面板的把手弹簧 一个电磁盖 电磁盖固定螺丝 然后到锁心 然后锁心的固定螺丝 锁头孔 也就是钥匙孔的这个盖子 锡盘 然后锁体 安装安装 首先要把连接柱子 引上引到前面板上 把防潮垫装上 4个脚对准4个孔 防潮垫装上后面板的防潮垫 好 防潮垫装好了 我们先把面板放到一边 要轻轻的放哈 不要弯弯发了 这边放好 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现在把锁体放到门头的中央 我们把螺丝打上 中央 我们先打浄 拧螺丝时电梯用手钉螺丝刀来拧的话比较好一些 好 锁体安装好之后 我们安装这个锁头 也就是锁芯 把锁芯置入这个锁体内 把固定螺丝 锁芯的固定螺丝 插到这边 拧上之后 我们用钥匙检查 我们所安装的烤芯是不是安装好了 是吧 我们所安装好之后就安装面板 面板的话先安装前面 把连接线穿到对面 然后把传动轴从后面插过去 然后再到前面对减一下 OK 前面板装好之后我们装后面板 后面板的时候设计到一个连接线 找后面板的时候一定要把前面板要放好 要放稳了 然后把连接线接上 我们用一只手扶住前面板 把连接线多余的部分塞到门的门孔里边 再把后面板合上 注意了后面板装的时候一定要装弹簧 看到我刚才差点都忘了 一定要把这个弹簧装上 装了之后再把这个后面板把它合上 这样子合上 再把位子合上 都用后再把这役簧装上 再把位子合上 把位子合上 把位子合上 帮位子合上 好 好的 AUB 螺丝领了 当时紧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松一点 然后把这个锁整个锁都要调整一下 这样子调整一下把它调正了 我们再把它固定紧 把螺丝固定紧就可以了 锁调正之后 把螺丝锁紧 把电池安装上 先安装两边的 然后再把螺丝固定上 这个是不锁钢螺丝 大家在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掉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设置指纹锁 解锁 出厂密码是 56789 陌生密码开锁 请贴下管理员 现在我们添加一个管理密码 123456 9号 请再次输入 操作成功 好 现在管理密码我们已经设置成功了 我们已经管理密码 进入设置菜单 第一项添加用户 第一项添加用户 删除用户 时间设置 看起语音 编辑用户 记录查询 恢复出场设置 添加用户 添加指纹 请按手指 请再按手指 请再按手指 操作成功 登录的时候 一定是手指的整个平面在接触仓上去采集 请再按手指 操作成功 请按手指 当我们把指纹设置好之后 不需要再增加指纹的时候就等待它 大概5秒钟时间就会自动退出 现在退出了 我们试下指纹 是吧 大概0.5秒左右就可以开手 上铁反手 就这样就设置好了 如果您还需要设置卡片或者密码 同样的可以用管理密码进入 就可以了 那你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推出 是吧 可以推出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假如我们管理密码忘了怎么办 只要我们有管理指纹 我们设置指纹的时候默认1号和2号指纹为管理员指纹 当忘记了管理密码 我们可以用管理员指纹进入设置菜单 现在用管理员指纹开门 开了门之后我们再按一下这个 天天用户 再按一下这个管理员指纹 然后就进入了设置菜单 我们现在可以飞过出场 假如我忘了 假如我们忘记了这个管理密码 我们就可以飞过出场进行确认 飞过出场就行了 好 好 好